蓝忘机 你不是上洗手间吗 这么快 卫英才刚打开点歌机 人就回来了 蓝忘机迎上他的目光 拧了两秒后 滴滴按了一声 就低着头走到沙发上坐下了 背影有些落寞 包间的灯光本就暗 卫英看不大惊人的神情 再加上刚才两人还有说有笑的 他没想太多 蓝忘机 快来点歌呀 卫英的注意力又回到电子屏幕上 精致的小脸 在屏幕灯光的照耀下 就像是一幅精致的浮雕 轮廓被柔软的光线模糊化 使他的五官更加立体诱人 且谋定在那张侧脸上 谋色暗淡 心中却是五味杂陈 他知道 一味无限的条件 长相好 性格好 家世好 必定是有很多倾慕者 只是 轻而听见 心中的震动远比想象中的还要剧烈 蓝锡尘 有着富可敌国的财富 样貌 人品 无可挑剔 在这样的竞争对手面前 蓝忘机本就自卑的心 更如狂风中摇摆的小树苗 还没扎根发芽就被连根拔起 如果对象是蓝锡尘 想必未尝则不会再反对吧 蓝忘机自嘲的勾勾嘴角 笑容中全是苦涩 原来人是真的有无能为力的时候 例如出生 出生就决定了无论自己如何努力 也比不上金字塔顶尖的人 哪怕有朝一日 自己也成为巨星 多少人仰望着 可在资本家面前 也只不过是他们可供选择的工具而已 受到蓝氏的拒绝通知 蓝忘机一点都不意外 他一个无名小卒 蓝氏那样的大集团 又怎会看得上眼 他庆幸 那天在庄园洗手间外 他听见了里头的声音 没有选择露脸 如果让蓝锡尘知道 自己是他喜欢的人的小舅舅 也许结果会不一样 但一定不会是他想要的 他爱卫英 是纯粹的 不希望掺入任何不相关的东西 蓝忘机 你在想什么呢 眼前一张放大的翘脸 把蓝忘机的思绪拉了回来 卫英一条腿取起 膝盖搭在沙发上 另一只脚站着 单手撑着墙壁 把蓝忘机整个人笼罩在自己身前 蓝忘机 这又是哪些来的姿势 卫英 呵呵 看了很多恋爱小电影后 跟男主学的 但 好像身份有些颠倒了 卫英 蓝忘机脑袋往后仰 避开人喷洒出来的炙热气息 蓝忘机 你在想什么 卫英 又问了一次 身子跟着往下又弯了几度 鬼知道 他现在心跳有多快 不管了 既然开了头 就要有结果 按照电影的剧情发展 接下来 该是 接吻了 没 没想什么 蓝忘机 双手撑在身侧的沙发上 指尖陷入柔软的皮质 慢慢取起 呼吸急促了起来 浅眸落在人嘴角的唇下质 毛色渐渐变浓 下意识咽口水 因为仰着头 性感的喉解滚动间 对卫英诱惑是致命的 卫英 咪喃着爱人的名字 头颅寸寸下意 视线紧紧锁定目标对象 看起来像是很好惊的唇瓣 他尝过了 记忆的味道棒极了 两人都屏住了呼吸 唇瓣相处 醉人的芬芳在唇间飘散 好看的瑞凤眼慢慢合上 小蛇蠢蠢欲动之时 敲门声响起 刚闭上的瑞凤眼猛的睁开 对上浅流离的魔色 谋底的情动未曾消散 卫英的小心脏跳的贼快 敲门声消停了几秒 又再度响起 卫英用力闭上眼 然后睁开 从腹腔深处发出一声深深的爱 他奶奶的 哪个不长眼的 找死 蓝忘机 腹中怒火中烧 嘴上却是勾人心神 蓝忘机 无地自容 卫英冲到门边 一把拉开门 门外的人 在看见某人眼底欲求不满的火光后 心切了几分 聂怀桑 这三个字 从牙关里蹦出来的 你最好有非敲门不可的理由 例如你快死了 等我见你最后一面 聂怀桑身子抖了三抖 没有落荒而逃 全靠要拯救兄弟的意志在强撑着 那个 卫 卫兄 我 我哥让你 到 到隔壁包间去玩 西城哥也在 不去 卫英拒绝的不带犹豫的 沙发上的男人静静听着两人之间的对话 聂怀桑明知道蓝西城对魏无限有益 他还是听从了他哥的吩咐 所以 他是站蓝西城那一边的 也是 正常人都会觉得 蓝西城才是最好的人选 隔在沙发上的双手握成了拳 浅眸深处暗勇翻滚 Alex也在 聂怀桑抛出了最后的诱二 谁 卫英的声音变了 聂怀桑一听 有戏 就是Alex 你小时候参加国家比赛的评委 废话 我当然记得 他怎么会在这 实话说 当时有三位评委 只有他是从头到尾欣赏卫英的 最后 他还为他做了一番说辞 硬生生把剩下两位评委 给拉到自己的阵地 对卫英来说 Alex就像沙漠中的最后一瓶水 他给了自己继续走下去的动力 听说是西城邀请过来的 走吧 机会难得 不想再见恩人一面呀 聂怀桑不适时击添了一把魔火 卫英咬着手指头 犹豫了 Alex真如聂怀桑所说 是他的恩人 恩人就在隔壁 自己于情于理都应该去打招呼 可是 不舍得 卫英 某人在犯难时 兰望鸡走了过来 先是淡淡地瞥了对面的聂怀桑一眼 聂怀桑不自觉后退了一大步 刚才魏无限气势冲冲 一副要把他的头拧掉得很近 都没有兰望鸡这淡淡的一票来的圣人 兰望鸡好像天生自带的压迫感 只削一个眼神 就能让对方心惊胆战 聂怀桑自认在自家魔鬼哥哥的摧残下 他也算得上是百毒不侵了 但 他不得不承认 兰望鸡的目光例外 卫英 去吧 我陪你 温柔的声音在耳畔响起 卫英以为自己听错了 兰望鸡 你是说 你和我 一起去 有很多人道 你都不认识的 卫英强调说明 他怕兰望鸡去了后悔 又不好意思走人 把自己憋得难受 除了恋爱这事 他是霸王硬上弓了 其他的事情 他都不想兰望鸡为了他委屈求全 没事 我就坐着 你聊你们的 我等你 宽厚的手掌 抚上人的头顶 把中间瞧起的呆毛往下压了压 这动作 亲密而又不过于油腻 再加上某人嘴角淡淡的笑 声音中宠溺的温柔 每一样都在诉说着 他对少年的爱 骄俏的少年 敬意高雅的男人 一个抬头 一个低头 这画面 却是赏心悦目 聂怀桑有些动摇了 不行 不行 聂怀桑 你别被某人骗了 他是装的 装的温柔 别被他骗了 只有温柔儒雅 而又体贴包容的西尘歌 才是最适合魏无限的